大家好,我是安逸方 这期视频为大家分享六合六冲挂的寓意 那么我们先讲六合挂 下一期呢,讲六冲挂 先看看六合挂的定义 六十四挂当中,地支自动两两相合的挂 什么叫自动 自动的含义,我们来看一个地天太挂 太挂,它的地支是怎样两两相合 硬摇的有金与四摇 成土,成与有相合 两两相合 五摇的亥水与二摇的银木 两两相合 三摇的丑土与初摇的子水 两两相合 这就叫两两相合的挂 那么这种两两相合的挂 在六十四挂当中总共有多少个呢 总结出来呢,总共有,且只有八个 没有其他多的 那么雷丁玉挂,它呢,属于正宫的一式挂 一式挂就是适摇在初摇啊 那么剩下呢,需要大家呢,把剩下七个挂呢,总结一下 看看呢,它们都分属于哪一个挂工 那我们呢,重点要给大家讲的是,六合挂的寓意 寓意是重要的内容 六合挂中每一个挂工都有 八公挂中每一个挂工呢,都有六合挂吗 不一定啊 八公挂中不是每一个挂工都有六合挂 那么哪一个挂工没有六合挂呢 需要大家自己去找出来 那我这里呢,就不多讲 这个留给大家写作业 这是刚才讲的这句话 这个呢,也要写作业 把上面这几个呢,全部填出来 属于哪一个挂工 然后这个作业的目的呢 是让大家练习对六十四挂的熟练掌握程度啊 它属于哪一个 那它的寓意啊,代表的是有好合 和好,融洽 在合作类当中啊 如果说你这个硬摇林的这个来与世摇相合 有的时候呢,代表的是能够合作成功 有的时候又不能代表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六合不能左右挂的吉凶走向 六冲也一样啊 我们重点呢,还是要去看 生、克、冲和 这是我们断挂的主要依据啊 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 那它代表的含义 在关系类当中有融洽 亲密 长远 长久 那重点呢,就是要看谁跟谁相合 所以呢,六合挂在情感类关系当中啊 有的时候呢 它虽然不阻吉凶 但是对于一些事情啊 比如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当中呢 它就能够阻吉凶 我们在高级课程项法当中呢 还会再来讲六合挂 那么它在并挂当中呢 它也是代表的是拖延 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个案例 妻子车祸住院吉凶 四月生日啊 我们看这个就是一个六合挂 按理说呢 并挂啊 禁并 就是说这种 突然的车祸的禁并 禁并啊 缝合它是不太吉利的 这是对于沾并挂的一些理论 那么我们呢 重点还是要看这个挂中 有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似火在月间 冲了这个阴摇害水 身经在日沉 冲了士摇荧木 那这个挂中的用神是什么呢 沾妻子 那肯定是以妻才为用神 所以我们的用神呢 在这里用神持世 用神 我们把它要当成一个普通的挂来看啊 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禁挂 特殊禁挂的断法 特殊禁挂的断法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当中 会再讲到啊 所以这个士摇啊 就是用神 用神就跟士摇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把它当成 这是妻子 那么荧幕呢 在日沉上 被日沉来冲 它是属于什么 日破啊 它不属于暗洞 因为它在月间上是什么 破的0.1啊 所以说呢 日沉冲小于0的摇呢 为日破 那么汉水在月间上是越破 富二加一 它是越破加一 日升 所以说这个富二加一呢 它还是总体呢 还是衰败的 那么这个硬摇 汉水它是什么呢 它是啊 七材银幕的原神 在病挂 重病挂当中 用神被冲破 原神也被冲破 他都是一个大凶 那好 我们前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神上的用法 那这个挂当中 我们看一下 它的贵人 是不是都上挂了 爱水和有金啊 都是贵人 贵人上挂有用吗 没有用啊 它起不到贵人的作用 因为贵人都被冲破了 所以说不要去看啊 有贵人 所以说这个挂论级 那就麻烦了啊 我们要知道 贵人没有起作用的时候 他在这挂里呢 他是不干事情的 所以一定要清晰 我们的神上是辅助的 那在这里的月破日冲呢 是我们的礼法内容 所以呢 要以这个为主来断吉凶 所以这个呢 最终反馈的结果是 假隐日死亡 这是最终的结论 所以说这个挂呢 虽然是一个六合挂 你说 若是问六合呢 它代表的是 拖延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在疾病挂类当中 寓意嘛 六合是不是寓意拖延呀 长久呀 你是不是可能会断出 这个人很久都不会死 不能啊 不能以六合挂来取寓意 所以这个呢 挂例讲是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以 挂中的理法为先 向法为后 那六合挂呢 它其实寓意代表的是 向法层面的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